2018雲林之光獎章 社交友工 校型模範 聯合表揚大會 典禮 典禮開始 一年一度雲林之光 還有校型模範 還有推動社交友工的匯豐獎 聯合的頒獎典禮 我們今天在文化處的演藝廳 盛大的來舉行 我們要為這些表現傑出的雲林鄉親 感到非常的光榮 因為他們有的是參加全國性的比賽 在各個領域都有很好的成績的表現 另外校型獎的部分 我們知道擺散校威先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種事蹟的發掘 能夠公開給社會 讓大家能夠群起來仿校 能夠使得我們社會能夠充滿了溫情 也充滿了倫理之愛 在推動社交友工的匯豐獎的部分 有很多的個人跟團體 他們平常在雲林縣各個角落都非常盡心盡力 推動各種社交的活動 讓我們雲林充滿了熱情 也讓我們雲林 呈現了一片學習的風氣 我們對他們的這個付出 也表示由衷的感謝之一 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頒獎的活動 能夠讓更多的努力 用功的人被看見 也成為大家競相模仿的對象 我們這次總共獲得 十幾次的全國冠軍 然後獲得 總共獲得三個學校 獲得十二座雲林之光 人和國小 安南國小和飛沙國小 這我覺得是雲林縣的大躍進 也是我們以後變成 出來比賽也是大家懼怕的隊伍 那小朋友也希望他們 他們未來再接再厲 要盡意求精 自己在挑戰自己 而不是在挑戰別人 那其實我們就是 以德服人不要以義服人 不斷的努力 這是我們鼓勵小朋友 也用身教 用這樣教育他們 不斷的努力 創造自己的奇蹟